今天我们来到双礼佛这个地方呢 主要是为了这个问题 就是供水的问题 这个情况多久了 二十多年了 我考虑来得没水 水是看时间 可能要到凌晨 所以如果我们最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我们之前提出来的 那个就是能够的话 就是商业的跟住家的分开 早上七点多就开始没水了 所以这个是除了你的家里洗碗 什么类的 洗澡那些呢 洗澡也是细菌的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居民长达十多年 可是一直没有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问题已经向州议会反映 也通过水务局跟行政议员 带他们来现场考察了解情况 可是最后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 水务局会有一个长短期的计划 可是到今天为止呢 我们还是没有看到有什么实际性的效果 居民依然每天面对断水的问题 从早上六七点水就已经没了 一直到晚上甚至到凌晨才能够通过水泵 来泵水进去这个除水桶 而这个当中呢 还有时候会抽到有污水 有这个油污味 有咸水味 那试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居民怎么能够很好的生活呢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很好的尽快被解决 居民也提出了一些方案 我们也已经向当局反映 譬如说把居民住家的用水水管呢 跟商业余疗的用水水管分开 我们疑劳勇欲的 来通过两个不同的水管系统 来解决这个水贡 中断的这个问题